新人在避古前 制定一个避古计划非常重要 第一呢 准备从哪天开始 尽量避开节假日和必要的应酬 第二 准备避古多长时间 比如说你要避古七天 尽量制定计划的时候 多制定一天 避古八天 因为往往行百里者半九十 第三非常重要 对于那些减肉肉的同学 给自己许下个愿望 这次避古要减重多少斤 同样给自己编写这样一个程序 我在避古期间会不吃不饿 不喝不渴 精力充沛 正常工作正常学习 既然开始避古了 就要坚定信心 去完成这个目标 就要坚定信心 去完成这个目标 就要坚定信心 正常工作正常学习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